少康 少康 趙少康 洞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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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整板橋東區立委 葉元之進總成立 找來韓國瑜 趙少康 周錫瑋 拉攏申籃選民 我們葉元之 在很多政論節目上 做分析 做整個國家政策的走向 以及預判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 葉元之肚子裡面 真的是有料 韓國瑜拉抬選情 大讚他情商電視 為黨出口氣 先任民進黨立委羅志正 忍不住發文協詢 大酸議會 總是不見葉元之蹤影 劈頭就算葉元之 到底是議員還是藝人 11月13號到24號為止 新北議會第二審查會 總計10次會議 葉元之千到10次 開會零次 十天領出席費 共計24500元 是不折不扣的薪水小偷 他就是專心上電視 然後議會是完全缺席的狀況 領納稅的錢不做事 然後專心在做 他的電視的這個名嘴的工作 每次侯友宜做什麼的政績 他就在旁邊掛看板 所以他是政績小偷 很可恥 我覺得政治人物應該是 自己有做東西拿出來講 回擊薪水小偷說 葉元之翻槍 板橋政績是自己爭取 掛很多看板 自稱自己是板橋最佳代言人 去酒店也沒有去板橋的 去林口的 噴口水大家要噴一起來噴 我不會噴出他 很多政績都是中央一起來推動 甚至是主要的經費的來源 每天噴口水是他不是我們 所以越元之與其 繼續東扯西扯 還不如直接面對我們 所提問的問題 網路溫度計日前預測 立委當選率 羅智政52% 葉元之48% 兩人選情膠著 連日互槓空站 陸站都搶 站上風 三人選我黃雲帆 我們選SV小組